大家好,我是大王 我是小汪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经济近期最重大的爆炸性新闻 雅鲁藏布江水电工程 2025年的7月18日 中国政府正式官宣了这个项目 标志着这项筹备了多年的世界最大水电工程 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 随着上周五这个消息的公布 接下来就是中国A股在周一 关于基建和电力项目的股票相应暴涨 满屏都是齐刷刷的涨停板 这个1.2万亿的投资带来的可不仅仅是就业机会 和未来能提供给3亿人使用的丰富的水电资源 也一扫A股股民长久以来的阴霾 而且这个机会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机会 现在还没有上车的应该还能找到上储低位的补涨股 而且这个机会应该在未来的两到三年 都会有很多周期股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项目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 预计总投资会超过万亿 装机容量近7000万千瓦 年发电量3000亿度 相当于三个三峡 要知道三峡工程当年的总投资是2500亿 而这个项目的总投资达到1.2万亿 是三峡的4.8倍 而且有人预测 未来总投资随着时间的线的拉长 最终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达到2万亿 如果总投资达到2万亿 那总投资量就是三峡的8倍了 这不仅仅是中国基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更是人内工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墨托水电站 是位于西藏林芝市墨托县境内 这里地处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之处 拥有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条件 整个雅鲁藏布江在这个区域内落差巨大 水能蕴藏量极为丰富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总共有两套建设方案 第一套是墨托水电站方案 计划建造五个T级电站和几座水库等等配套设施 每个T级电站的发电能力都相当于三峡的五分之三左右 约等于一座白鹤滩水电站 第二套是更为宏大的组合方案 采用高霸加长隧道的技术 装机容量可达6000万千瓦 如果采用两级加五级地下电站组合方案 装机容量甚至可以达到7000万千瓦 这么一说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感受哈 那它有多震撼呢 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是2250万千瓦 白鹤滩水电站是1600万千瓦 而墨托水电站是三峡的2.5到3倍 年发电量方面 三峡水电站年发电量大概是1000亿度 伊太普水电站约900亿度 而墨托水电站它如果建成后 这个年发电量将超过3000亿度 这个数字超越了现在所有的任何的水电工程 这个项目的总投资规模也令人非常咋舌呀 按照目前的估算整个工程投资将达到1.2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远超此前的任何的基建项目 我们对比来看一下 三峡工程的总投资是2500亿 金户高铁投资是2200亿 港珠澳大桥的投资是1200亿 墨托水电站那个投资额就相当于建设5个三峡工程 而我前面也讲了 还有人预测最终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达到2万亿 也就是8倍的三峡工程的规模 那建设周期方面建于三峡工程建设了12年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建设时间只会更长 考虑到这个工程的复杂性和技术难度会更高 预计整个这个建设周期将在15到20年左右 那对于A5股民来说绝对是一个幸福时刻 你想绝对会有那么几家公司会有长达15到20年的一个红利期 那么如果你找对了股票一定会取得非常丰厚的回报 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横跨几届政府的超级工程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 这个项目将由国家层面统筹 多家央企共同参与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三峡集团等等大型央企都将参与其中 前面两家这个A股的股票昨天已经封死在涨停板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燕志勇就表示 说这个水电站开发它不仅仅是一项水电工程 而应该是五大工程 包括水电工程 生态工程 民生工程 边疆工程和国际合作工程 这个项目的管理架构将参考三峡工程的成功经验 成立专门的这个建设管理机构 统巢协调各参见单位 据说这个机构是一个副部级的单位 由于这个工程规模巨大 预计将有数十家的设计院施工企业 设备制造商参与其中 这对当前这个就业市场真的是一记强行 真是一个大好事 我们接下来看看它带来的就业机会 一个超过一万亿投资的这么一个大的工程 它带来的就业机会肯定也是巨大的 参考三峡工程的经验 高峰时期有4万轮同时在工地作业 摩托水电站的规模是三峡的数倍 预计在建设的高峰期将直接创造 15到20万个就业岗位 那这些就业岗位不仅包括在建设期间的 工程技术人员 施工人员 还包括一些后勤保障的服务人员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程将带动 钢铁 水泥 机械制造 交通运输等上下游的产业链 如果算上上下游的产业链 那它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 可能超过100万个 其实我认为它可能带来的还不止100万啊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房地产处于一个低迷时期 那么必然会减少像水泥啊 基建等各方面的一个需求 那么这个水电站的建设 必将带来众多的岗位需求 而且还会让这个资金在各个企业实体之间来进行流动 激活很多可能正在奄奄一息的企业 所以这个水电站的建设 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当下比较低迷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 对 而且对于西藏地区来说 这也将极大的促进当地的就业啊 还有人才的培养 对 这必将促进西部大开发 人才啊 能源全都来了 就业机会也来了 墨托水电站建成之后 年发电量将达到3100度 这什么概念啊 就是2023年 广东全社会用电量大概是8000亿度 江苏省是7500亿度 墨托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 相当于广东省运电量的40% 从全国层面看 2023年中国的全社会用电量大概是9.2万亿度 墨托水电站的年发电量占全国用电量的3.3% 这个比例看似不高 但要知道这是一个单体工程的贡献 而且这3000亿度全都是清洁能源 相当于每年减少燃煤1.5亿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亿吨 按照目前的电价水平 假设上榜的电价是0.3元每度 墨托水电站年发电收入将达到900亿元 扣除了运营成本之后 净利润保守估计大概是600亿以上 按照20年的这个投资回收期计算 项目还是具有比较良好的一个经济效益 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的战略价值远超经济价值 它将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巨大力量 就在上周这个项目已经减载开工了 预计2025年下半年将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 包括道路的建设临时设施搭建等等 2026年正式开工建设主体工程 到2040年左右 首批的机组有望投产发电 全部建成以后 这里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基地 对中国经济的提振作用非常显著 这1.2万亿的投资规模 会对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 发生巨大的拉动效应 按照这个建设周期15年来计算 平均每年投800亿 这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 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规模 之前大家不再讨论吗 说中国经济很多资金 都在金融机构里面空转 现在这些至少有800亿的资金 就要投在这里面实打实的 启动上下游产业链 那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这样的大型项目将有效对冲 从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影响 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新的动力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这个项目必将带动 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升级 而且也会带动钢铁水泥 机械制造等等传统行业 昨天A股的股票 这些行业全都全线大涨了 沃托水电站需要的钢材总量 预计超过1000万吨 水泥需求量超过5000万吨 这相关行业是大大的受益 同时项目还将推动 高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 你看大型的水轮机发电机组 变压器输电设备等等 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需求 都将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 向更高水平发展 像东方电器 哈尔滨电器 上海电器等等 设备制造企业都将从中受益 由于这个摩托水电站位于西藏 西藏大家都知道 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而且这个道路也交通不便 所以这个整个地区 目前这个经济水平 还是比较落后的 那这个水电站的投入 就会有大量的建设资金投入 肯定会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条件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一个收入水平 哈 在建项目建设时期呢 还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的供应 也会激活当地的农物业 和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 就有人已经先知先觉 要搞这个第三产业服务业了 就招聘按摩师 要去这个西藏地区工作 建成以后啊 那这个水电站会成为一个新的能源基地 摩托地区啊 就将成为西藏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基 我觉得这也没有啥疑问 值得一提的是啊 在当前这个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能源发电能力的大幅度提升 通过这个水电站 又能大幅提升一块 将增强啊 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这点还是挺好的 我看这两天 印度媒体也在疯狂报道这个事 就各种印度的新闻 印度对这个事几率反对的 后面我会讲这个印度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反响 中国现在在水电建设领域的能力 已经达到了世界很顶尖的水平 从技术层面看 中国已经掌握了3000米级的高坝建设基础 大型地下洞水群开发技术 巨型水轮发电机组制造技术 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 白鹤滩水电站的那个成功建设 就展示了中国在复杂地质条件下 建设超大型水电站的能力 西洛杜 象加坝 乌冬德等一系列的 金沙江TD水电站的建设 也积累了丰富的高山峡谷水电站的开发经验 这些都为墨托水电站的建设 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技术基础 那中国基建的另一个优势啊 就是强大的工程组织能力 能够同时调动数十万人进行大型工程建设 这种组织能力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会被称为超级极建匡模 你看从三峡工程 青藏铁路 港桌澳大桥等超级工程的建设 就体现了中国在这种超大型的工程组织方面的 一个卓越的能力 这个经济效益咱们不说 但这个工程能力是真的太厉害了 全球独一无二 墨托水电站这个建设环境 咱得说是极为恶劣的 它地处高原峡谷 交通非常不便 气候又恶劣 在这种条件下建设 这样规模的工程 对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客观说 我觉得真的是只有中国能干这个样的事 为什么这个水电站的工程 之所以现在才启动呢 首要原因就是技术条件逐步是成熟的 那摩托地区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 地震活动非常频繁 施工环境非常恶劣 我之前讲过 那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又通过建设三峡白鹤滩等等一系列 大型水电站 逐步掌握了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 建设超大型水电站的关键技术 尤其是近年来 中国在高海拔地区的工程建设 大型的地下洞水群开挖 还有巨型水轮发电机制造等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 所以这木头水电站 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技术基础 同时施工设备的现代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使得在这个极端环境下进行大规模工程就成为可能 我估计这个水电站会用到很多无人的操作 就可以人在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 在室内进行操作 用机械远程控制 那现在在以前可能是比较困难 现在这个大坝 我估计会大量采用这种方式 从国家这个战略层面看 那沙鲁藏木江水电工程的启动时机 也和中国这个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你看现在中国经济需要强新增 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注入这个上下流产业链 会激活相应企业的营收能力 刚刚咱们不是说这个项目的投资巨大吗 然后现在就是中国经济也不太好 到处都裁员 肯定会有很多人问 那这么大的钱是从哪里筹错来的呢 下面我就要重点讲这个资金的问题 这个水电工程的资金 主要来自于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国家财政投入 那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项目 中央财政将承担相当比例的资金投入 其次就是政策性的金融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等政策性的金融机构 将为这个项目提供长期的低息债款支持 这类资金成本相对比较低 期限比较长 就适合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需求 第三就是央企自有资金的投入 参与项目建设的各大央企 都会投入自有的资金 这些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也可以说资金毕竟它是比较雄厚的 还是有能力承担大型项目的投资占一部分股份的 第四就是社会资本的参与 在项目的某些环节可能会引入社会资本参与 通过PPP的模式分担投资的压力 还有它会发行专项的债券 地方政府就可能发行一些专项债券 为项目筹集资金 这也是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方式 而且这个项目建设周期又长达15到20年 然后通过这五方面资金陆续的投入 所以每一年资金的需求量大概在600到800亿 那这样来看的话 这个体量对于这五个投资渠道来说 还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你刚才不说印度吗 我下面就要讲这个印度了 亚篓藏目将它流入印度后 被称为布拉玛普特拉河 是印度东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水源 现在印度的媒体普遍在说 这个西藏最大的水电工程 就会影响印度的供水 从客观角度分析 印度的担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担心 你看中国通过水电站控制水流 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节流 那影响印度就大了 这种担心在印度的战略界和媒体 现在是广泛存在 认为中国就可能将水资源 作为地缘的政治工具 第二就是担心 大巴建设会改变河流的生态 影响下游水质和鱼类资源 印度方面就担心 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会对核泰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鸭鱼藏博江因为海拔比较高 所以生态系统在中国境内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就不像当年的三峡比较复杂 所以对中国的生态系统影响肯定也有 但是相对就比较小 但对下游的印度的影响应该就会比较大一些 第三就是担心水电站运行会影响河流 季节性的流量变化 对下游农业的灌溉防洪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以前他们都习惯了水量是怎么分配的 这是比较充沛的 现在你看动不动水坝一节流 那他在农业灌溉怎么办呢 而且布拉玛普特拉河流域又是印度的重要的农业区 任何的水文变化都会影响当地农业生产 所以你看地缘的政治博弈就会必然加剧 现在已经引发了印度战略界的轩然大波 一些印度媒体和政客现在就将中国的水电开发 描述为对印度的一种威胁 总之开工没有回头见 尤其对这么大一个工程来说 一旦开始建设应该就是停不下来了 中国在现在这个阶段启动这样的一个工程 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无论是在消化产能方面 激活就业方面 还是促进资金在各个企业之间的流动方面 都会有非常良性的影响 不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个问题 就中国现在花这么大力气花这么多钱来搞这么一个水电站 那是不是意味着核聚变在未来的二三十年 都不可能看到任何商用化的迹象 中国肯定做过相应的研究 因为如果一旦实现核聚变了 没有必要搞这么大的水电站 那也就意味着中国一定是在研究了之后发现 这核聚变应该在未来的几十年 仍旧是一个完全不可实现的技术 哎呀你这个跳跃也太大了 这不就对应上咱们频道的简介了吗 永远记得要多想散步 本期就讲完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